我最近有点抑郁 不只是因为俄罗斯连续出现寂寒天气 这次卫生素D解决不了问题 冬天的美景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张可爱的野鸭子也不会让我感到好一些 而且这种奇怪的抑郁 每当我去上场公务的时候都会加重 两个月前我去了中国旅行 在这期间我游览了成都 珍州 雪长和青岛 尤其是我在雪长的时候 让我对超市有了全新的认知 你们没听错朋友们 就是超市啊 于是等我回到俄罗斯 我发现我已经无法适应了 所以这些内容 我会带领大家来到中国 三千小厂雪长 和大家一起参观游览 而且从里到外全面评测庞东来 顺便再和俄罗斯商朝做一个大比评 看看庞东来到底如何 并且和当地人交流 了解为什么一个超市 可以改变一座城市 为什么雪长是一个被大家低估的城市 好的 大家泡好茶 准备好临时 我们开始了 我从来不会告诉大家 也要关注这个频道 从珍州去雪长非常便利 只需要去珍州东站 买火车票 上车 等二十多分钟 就可以到达雪长东站 到达雪长后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出租车 很干净 而且高铁站门口 也没有斯兹拉克的现象 一路上司机师傅 非常热情 聊了很多 告诉我雪长的点点滴滴 一上车我就赶到了这里的服务 雪长的服务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体验到 我发现了这边的服务 超级棒 超级好 我刚才打车 司机路上 就把所有精调都给我讲完了 然后买票的时候 工作人员还提醒我 需要提醒15分钟到 买吃的东西 那个女的还跟我说 在这旁边有地方可以做休息 服务真的很棒 确实是这样 这里不但服务好 价格也好 大家有见过3块钱的游船票吗 我可以说这是我见过 最便宜的景区游船的价格 它也是我最推荐的 雪长城市游览项目 乘坐着游船 经过26组桥梁 不但可以欣赏周围的风光 还可以挺将近 了解雪长的历史 雪长给我的感觉是城市不大 人也不多 是个安逸并且游行的城市 给人的感觉是 节奏很慢 很舒服 雪长打出来吧 比较易举 我这次来雪长的目的 主要就是探访庞东来 都说现在是网络时代 大家公路都上网了 很多实体店生意很差 但是庞东来 却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反而全国老百姓 都盼着求着庞东来去开店 关于这一点 我其实刚上出租车的时候 就已经有体会了 一上车 司机师傅听说我转场 为了探访庞东来 就对这家商场赞不绝口 不买啥东西 一买东西必须就是庞东来 他一家散出本来是去 该南京外了三天 第一个战的行程是 安排到杭州了 他妈叫杭州 顶关京地儿票全部顶完了 他你这才十六了 非要来庞东来 一大妈气了给啥呢 管我打操事 光州 杭州 南京这也不顶啊 你非要摸庞东来 我就想来庞东来 而且要就一来就两天 我这次也是为了庞东来来许城的 这家超市似乎已经成为许城最著名的景区了 今天我来到了中国最火的超市 庞东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很有人气 我去的时间不是周末 而是一大早 还没进去 停车场已经有人排队了 我的天哪 早上刚开门 人就已经很多呀 在当今这个网络社会 我们早已习惯在网上买东西 我真没想到还有这样豹门的尸体超市 不过说到购物 我最近也入手了一款相机 它就是Insta360 1RS一英寸全景版本 这款相机让我能够轻松拍摄各种令人惊叹的画面 这些不同视角的画面不仅能吸引我们的眼球 还能够提供丰富的信息 帮助我更好的讲述故事 由于配备了一英寸的传感器 这款相机在暗光环境下的画质表现更好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使用简单 只需要精心简单的操作 就能拍出独特的画面 比如这样的 这样的 以及这样的 而且你还可以在App上观看编辑素材 这些画面是使用传统拍摄设备 通常很难实现的 它小巧轻便功能强大 Insta360真的很赞 让我们继续碰动来之旅 一般早上这个时间 俄罗斯的超市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 现在是早上大概10点钟 可是里面感觉好空啊 没几个人 胖东来除了人多之外 乍一看和其他超市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只要你逛超过5分钟区别 马上就可以感受到 首先这里的品类很全 选择很多 而且白访的极为整齐 各种标志展示的清清楚楚 我还能想象这是中国三星城市的超市 和平简直让人羡慕 有些东西你就是不买 也想多看两眼 在这种地方逛 你会感觉很舒服 俄罗斯也有环境好的超市 但是价格你会觉得夸张 养好的辣椒里面有奶酪 479卢布 50人民币 50人民币哦 这么小的一盒坚果 455 人民币差不多40块 光漆150克 598 人民币大概是50块 芒果300克 890卢布 人民币差不多80块 鲜榨的冲汁 550卢布 人民币50块 最夸张的这个桃子 一公斤4000卢布 人民币差不多400块 中国的饮料200卢布 人民币差不多是20块 胖东来的价格 我觉得不算便宜 但是也真的不算贵 价格绝不是那种贵的离谱的 我觉得现在的大超市 一般环境都还可以 但是胖东来的超市 让你没办法跳毛病 我觉得这个超市里面 已经够看筋的 但是呢 工作人员还在打扫 不停地打扫 比如买鱼的地方 一般买海鲜的地方 都会比较脏 到处都是水 味道很大 但是在这很干净的 没有水 味道基本上没有的 而且白的整整齐齐 这里元旱好像来到了水族馆 工作人员在不停地打扫 我去出鱼的师傅 就好像在武军工厂工作一样 全服武装 说到干净 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超市卫生间是什么样的 你基本不想多待一分钟 但是胖东来的厕所简直是五星级的 去上厕所也是一种享受 这里的洗手间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水平 这个东西呢是Dyson的 对 这里除了超级干净 没有味道之外 还有音乐 出色之外 还有树子 面签 护手霜 还有披荆 还有这样的马桶 最后我还第一次在洗手间里 看到了健康骑士 我的天哪 他们有多关心这边客户的身体 这里的服务 真是让我感到很惊讶 走出厕所 还有惊喜 这里等待的位置 非常人心化 有坐的地方 有充电的地方 并且充电的地方 还有USB接口 还有喝水的地方 可以免费拿杯子喝水 当你坐在这里 你会看到墙上 写的不是广告 而是让人感动的标语 这哪里是商场啊 这简直是大学 来这里不是购物 而是专门来学习 如何生活 如何做人 顺便买点东西 胖东来特别重视细节 可以说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 从进门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 宠物寄存处 我在俄罗斯 经常看到 顾客被迫把宠物 拴到外面 风吹雨淋 我都觉得这些 是理所应当的 是正常的 而在胖东来 不但有寄存宠物的地方 在这里 还可以让宠物喝水 它们的秤 都标注了 一区一匹 买海鲜的时候 从中间 袋子里的水 会被挤掉 在这里还有放大镜 吸收池 退后 从房处还提供一次性手套 为了不落灰 上面贴了一层膜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方式 这里的各种温馨提示 到处都是 从商品信息 到水果怎么吃 怎么冷藏 海鲜怎么做 我在俄罗斯回遇到这种问题 袋子很难打开 但是胖东来 就连这种小细节 都想到了 这是很小的细节 但是它充分体现了 胖东来 真心对顾客的照顾 不但是对顾客 胖东来对员工的照顾 也是实实在在的 这里清洁工的月薪 都在7000人民币以上 而且还有每年一个月的 带行休假 在许长这样的收入 可以过得很舒服 除了工资高 他们还被公司尊重 员工被允许 在没人的时候 坐着休息 我在网上甚至听说 还有员工委屈奖 因为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难免受委屈 这些举措 一定会影响到员工 所以我看到胖东来的员工 每个人对工作 非常认真负责 从不怠慢 而且精神状态 完全不一样 比如在结证的时候 如罗斯的图号超市 也会提顾客装袋子 但是第一 商品本身的价格太高 只有这个服务不止 再有 你会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 很可怜 因为你知道 他们的收入 无法在这里消费 但是在胖东来 你会觉得气氛很轻松 有很多人 甚至还羡慕 在胖东来工作 所以在这里 顾客和员工的关系 不是对立的 你会放心地 购买这里的东西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 逼人买 不踩坑 如果你在俄罗斯生活 或者有机会来俄罗斯旅行 那么接下来的几条建议 让你不再踩坑 如何买水果 这个是莫莫哥的橘子 里面 坏了 我们买橙子的时候 没有好好检查 然后一回家 结果发现了里面 有一个是这样子的 买沙拉的时候 一定要看包纸器 还有里面有没有坏的 因为经常里面会有坏的 如何买牛奶 买牛奶 一定要拿最后面的 看这个包纸器 这个是到4号 然后后面的 到8号 一定要看清楚价格 比如我们买辣椒 看一下价格 一公斤249 而旁边的辣椒 这个辣椒 199 是两个辣椒 就是这个 199 所以价格 一定要看清楚 做之前还需要看看账单 有一次超市 给我算错了 一棵白菜 说我一千路过 买之前 一定要反复检查你的东西 我买过的时候 没有检查配件 结果他们说 没办法解决 不要期待有什么服务 自己的问题 自己解决 而在胖东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提示牌 有个老太太 买了5年的抽烟机 说现在抽烟不好了 忘给他退了呀 但是这种 胖东来这种 就是说砸出来吧 他这种理念 就是说呢 我不满意又退过 但是来屋里取闹的人 是烧之又烧 所以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我抑郁了 我能做什么呢 出来都喝水 我现在非常怀念 胖东来的富士区 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关键是吃得放心 我不担心他们用料 不担心他们是如何加工制作的 但是在俄罗斯 我还被舅舅提醒 有些商店会用 快要过去的食材 制作成舒适 延长销售时间 提高利润 我回到俄罗斯 看着这里的舒适区 再对比胖东来 感觉在这里 只是生存 而不是生活 吃饭的时候 只是为了吃饱 而不是享受 如果不是因为胖东来 我或许不会去许长 来之后才发现 其实许长是一个非常被低估的城市 这里的历史非常古老 消费水平也不高 近代的人也不多 非常舒适 很适合旅行打卡拍照 许长人也很友善 整个城市的气氛 给人的感觉很宁静 放松 节奏 不紧张 而且还有文化 很多人因为胖东来 了解了许长 胖东来做一所大学 也给许长带来了 和其他地方 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现在许长已经有一个服务性的征服 而胖东来的理念 被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 重新待人 尊重每个职业 尊重每一种工作 每个人都很重要 懂得生活 懂得分享 我正希望我们身边的各行各业 有越来越多的胖东来 让我们大家 都可以毕严重 不踩坑 让我们无论做什么职业 都觉得有尊严 有价值 让我们不用吃苦 不用成为人上人 享受我们学习工作的过程 做一个我们喜欢的工作 成为一个幸福的不同人 以前成果 你见着小碗小粉 哎呀 那都是前提 现在基本上都是全说你吧 不会咋给以前样服 属于阎曼之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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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